前面讲完碳跟氮的循环之后 我们接下来讲硫的循环 硫的循环呢 我的建议会要从这个含硫有机物开始讲 比较容易理解了 那我们生物的身体当中 还有硫的有机物有谁呢 就是蛋白质跟核酸 蛋白质跟核酸 蛋白质含碳金氧氧氮硫 核酸含碳金氧氮氮 对不对 不对啊 不对啊 没有核酸啊 碳金氧氮氮氮是蛋白质 所以蛋白质氨基酸是属于它 核酸是碳金氧氧氮氮 它是含蛋没有硫的 好 你身上的蛋白质氨基酸 在尸体排行物分解的过程当中 会被你身体的身体分解 或者是被细菌分解 它分解后的物质是谁呢 是硫化氢 所以你会看那个动物死掉 分解过 有一次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尸体 腐烂分解石会产生臭鸡蛋味 那就是硫化氢 硫化氢是含氮的物质 应该说含硫的物质 分解后所产生的臭味 好了 那这个含氮有几乎蛋白质氨基酸分解后型的硫化氢 硫化氢是5级5 这时候就回到大自然 好 我们从这个硫化氢开始讲 硫化氢呢 大部分的生物是没有办法直接使用的 但有一群细菌叫硫化细菌 它会透过氧化白衣 把硫化氢氧化成硫颗粒结晶 然后再继续氧化成亚硫酸盐 或是硫酸盐 好 你们看这个硫化氢变硫 或变硫酸盐 或亚硫酸盐 看一下它的氧化素 这个瘤是不是负二 这个瘤是零 这个瘤呢 是不是正六吧 看起来是 对吧 好 看从负二到零到正六 数值不断的变正 则变越越多 不断的失去负电的电子 好 所以这两个反应都是氧化 丢电子的反应 既然是氧化作用 就会释放出能量啊 这个能量呢 就可以驱动这些硫化细菌 来让无机物 比如说二氧化碳与水 形成葡萄糖 好 这个能量给它用 这不是学过吗 对的 化学自营 利用环境中的化学反应 通常是氧化反应 释放的能量 来驱动无机物 有机物 属于自营者 叫化学自营者 因此硫化细菌 也是化学自营菌 你们看它的名字 又出现了化这个字 所以我们在上一 这个蛋循环那边有提到 就是如果细菌的名称 带着化这个字的 一般都是化学自营菌 例如前面所提到的 亚硝化菌或硝化菌 跟今天所提到的 硫化菌 都是化学自营菌 好了 那化学自营菌 把硫氧化成硫酸盐 生产者就吸收硫酸盐 形成含硫的物质 就把它组装成 含氮的有机物 例如氨基酸跟蛋白质 就进入到生命的世界了 然后生命的世界 经由分解者的分解 又把蛋白质 氨基酸的硫物质 分解成硫化 又回到大自然 所以硫循环 相对于氮循环 是比较单纯的 好像一路看起来 你会发现有个通则 就是我们的生产者 吸收的这些无机的元素 是用什么形式吸收的 我们快来看看 如果是碳巡丸 二氧化碳或碳酸 由植物吸收 藻类吸收 蓝氯菌吸收 如果是氮盐 是氨盐或硝酸盐 如果是硫 硫酸盐 如果是磷 磷酸盐 就这样 所以植物体吸收的 各元素的无机形式 就是上述所说的那些 以上是补充一个流循环的内容